今天的视频是一期适合大人的成人动画 童话是给小孩子听的 但也有大人版的童话 毕竟要让他们清楚 自己已经不是活在童话世界中的小孩子了 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讲的是 有几部童话能念而成的童话故事 反派的童谣 在一个下雨天 小红帽家的保姆亨特小姐进入了一家咖啡厅 所有一只大灰狼坐在了她的面前 跟她讲起了童话故事里的真相 大灰狼说自己有过两侄子 叫罗尔夫和雷克斯 在讲侄子小时候 她俩就对森林在采野花的小红帽垂颜欲滴 但是大灰狼不允许她养出森林 一天年幼的小红帽采的野花拿到城里去卖 伤心不已的白雪公主买了两束白花 因为今天是白雪公主母亲下葬的日子 赚了第一桶金的小红帽 就住住银行把这金币存钱的银行 所有小红帽去的葬礼处安慰白雪公主 和她成为了朋友 失去妻子的国王只是象征性地哭了一下 然后立即就发布寻找新王后的告示 开始愉快地选妃 在万人之中 国王最终选了会将麦克尔霍斯的强壮女人作为妻子 麦克尔霍斯还戴了一面像在黄筒框里的魔镜 而且这魔镜说出来的全是实话 还可以预言 而被国王宠派的麦克尔霍斯 则是日复一日地去询问魔镜 谁在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人 魔镜都会回答说 是她麦克尔霍斯 这样的询问持续了十年 直到有一天白雪公主成年了 魔镜对麦克尔霍斯说 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以后 麦克尔霍斯就抓到狂了 他发放肆地喊来了猎人 吩咐猎人去把白雪公主拖到郊外 并把她的心挖下来交给她 而小红帽也成年了 他又去住住银行存钱了 属于他的存钱观已经十分地沉重了 大胃囊的侄子罗沃夫也成年了 他再也抵不住外界的诱惑 想吃一顿人肉而走出了森林 罗沃夫去了小红帽的外婆家 以后就把外婆给吃掉了 但是罗沃夫并不满足地抓狂道 这里太好吃了吧 这小点不够饱啊 于是 他把目光投向了照片里和外婆合影的小红帽 而小红帽和白雪公主在郊外里采野花 然后这时常在暗处的猎人驾驶马出来了 他一把抓起白雪公主就要离开 小红帽无法让猎人的马而停下来 猎人掉了一把手枪在草地上 小红帽捡起来后想开枪 但是猎人和白雪公主已经跑远了 失落了小红帽就这样回到了外婆家 小红帽看见罗沃夫假扮着外婆惊讶道 外婆 你的耳朵真的好大 罗沃夫回答道 这样当然是为了更清晰地听见你的声音啊 外婆 你的眼睛也好大 这是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看见你啊 然后罗沃夫站了起来一步步靠近小红帽 但是想快一点地吃掉小红帽 小红帽摸着罗沃夫的皮肤 夸他穿着一件多么可爱的毛龙大衣 在罗沃夫抓起小红帽后 小红帽拿出了他的手枪射杀了罗沃夫 然后小红帽偷掉他的红色外衣和红色头巾 他用罗沃夫的皮毛做了一套新的外套 小红帽杀了一只狼的事情 还登上了报纸 而白雪公主那边被猎人抓到了一个山洞里 猎人高高地举起刀来 想要杀了白雪公主 让白雪公主伤心地囚牢着 最终猎人下不了手放过了他 猎人为了交差买了块牛心和牛肉交给了麦克和霍斯 麦克和霍斯十分开心地拿起这心和肉 就狼吞虎咽了起来 白雪公主逃出去后 走到了城里 在城里找了一份无心的工作 就是找过七个小矮人的起居 这七位小矮人曾经的职业是赛马骑手 虽然七个小矮人心地善良 但是有赌博的事后 他们气氛很快都把钱给输光了 连饭都吃不上了 善良的白雪公主决定帮助他们 于是连夜他偷偷遣渡了皇宫 是所有人都在睡觉的时候 他搬走了那面魔镜 之后 七个小矮人通过为那面魔镜 明天的赛马谁会赢来赚钱 叔叔银航买了两只小猪 猪猪银行的老板只笑了笑 然后把小红帽和其他人存在银行里的存钱怪 给了这两只小猪 这只小猪去森林里建房子了 但是他们被雷克斯看见了 想吃猪肉的雷克斯高兴地奔了过去 一口就吃掉了两只小猪 可是两只并不够他宝的 于是雷克斯又向城里处罚了 他找到了猪猪老板 猪猪老板的银行是用石头建的 这也是猪猪老板的聪明之处 雷克斯无法打破玻璃和石头去吃到猪猪老板 于是雷克斯想了一会儿决定用火药把这银行给炸了 听到雷克斯的计划猪猪老板慌了 另外打电话求助杀过狼的小猪猪 收到求助了他很快就来救猪猪老板了 他只用一枪就打死了雷克斯 为了感谢猪猪老板给小猪猪看了他的小金库 也就是大家存在他这里的钱全被他吞了 小猪猪在小金库里看见了自己那被砸碎的存钱罐 于是又愤怒了小猪猪也杀了猪猪老板 现在小猪猪多了一件雷克斯的狼皮做的外套 还有猪猪老板的皮做的旅行包包 随后小猪猪去了城里 他和白娶公主重逢了 于是小猪猪拿出了大量的金币来赛马 他们真的赢了 从此他们就通过母亲赚钱 之后每个人都成了百万富翁 小猪猪也有了两个小孩 年纪更小的是男孩 年纪大的是女孩 大汇洋的故事讲到这里就没了 随后他穿上了亨特小姐的衣服 他看着那小红帽出门时间 悄悄了小红帽家的门 女孩以为是亨特小姐 所以开了门 一看到近来的是只大灰狼 女孩十分警惕地看着他 而单纯的男孩却十分好奇地亲近他 大灰狼用开玩笑的口吻去厨房准备出菜 说是想要吃小孩 而聪明的女孩子灵机一动说 现在是故事时间 为了哄男孩 大灰狼只要先给他们讲讲 豌豆和杰克 还有灰姑娘的故事 杰克和灰姑娘是邻居 灰姑娘的两个姐姐 一胖一瘦都很丑 但是一心想要参加宫廷舞会 灰姑娘给两姐姐送吃的 她自己偷偷拿了米果酱 然而被姐姐养发现后 被关进了地下室 这时杰克的妈妈 其实熊熊地把老牛拿过来 让杰克牵出去买个大价钱 然而杰克去街上魔法精灵的商店里 用这桶老牛换了个碗豆 当他妈妈看见后 暴跳如雷地把碗豆扔进了垃圾桶里 然后抱到了杰克半小时 灰姑娘的姐姐去参加舞会了 灰姑娘在地下室里大声呼救 被路过了魔法精灵听见了 灰姑娘说出了自己想去舞会的心愿 魔法精灵施了魔法 把她变成了漂亮公主 送到了皇宫 不过得十二点前回来 灰姑娘一出场 王子对她立马一见钟情 到了十二点时 灰姑娘不得不走了 跑得太急的她丢了一只鞋子在那 所以王子便说 谁能穿上这鞋子 就是她的新娘 难而出心的王子把鞋子随便搁置 被灰姑娘的姐姐偷偷掉包 换成了她的 而这一夜 活动成长变成了蚕田大树 在云层里隐约能够看见的叶子是金子做的 于是妈妈让杰克爬上去摘 杰克很快爬到了顶上 难而她惊悚地发现 有个鼻子很凝的巨人出现 还问出了她是英格兰人 吓得杰克想来 杰克的妈妈相信自己身上很干净 没有什么气味 对那金色的叶子强烈欲望 取使她再次爬了上去 难而杰克妈妈被那巨人给吃掉了 下面的杰克听到咀嚼声 有一些失望 她的男人自语 固然妈妈身上也很臭 杰克认为要想爬上去 就得洗干净了 于是她去洗澡了 而洗干净的杰克竟然真的顺利躲过了巨人的鼻子 摘下了很多金叶子 第二天 王子开始让大家试穿了又大又臭的鞋 最后灰姑娘姐姐的脚合适 拿王子嫌弃她太丑 把她头给砍了 并且继续寻找新娘 王子找了一天 最后又把灰姑娘的瘦姐姐头也给砍了 灰姑娘去看了一下情况 失望到 王子竟然失意看你头为了 王子看了眼灰姑娘 竟然回到也要看到她的头 于是灰姑娘慌忙头走 而现在的杰克已经成为了百万富翁 她有一串的金叶子埋下了魔法精灵的商店 而灰姑娘还在被王子和侍卫要追着砍她的头 灰姑娘被追上到了墙角 走投入时 魔法精灵出现了 她和灰姑娘赶紧许下一个愿望 于是灰姑娘说 不要王子了 也不要金钱了 我真想遇到一个争执了 于是魔法精灵把王子和侍卫都变成了青蛙 接着魔法精灵把她带到杰克的商店门前 这时的商店已经被杰克装修得十分文心了 杰克卖的正是果酱 灰姑娘一进去 杰克就把一瓶果酱拿了出来 果酱上面写着灰姑娘的果酱 之后灰姑娘和杰克在一起的 她想吃着美味的果酱 幸福快乐的生活着 大灰狼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两个小孩子已经睡着了 大灰狼并没有吃掉她的 而是等到小猫回家 跟小猫打声招呼才离开的 大灰狼脱掉了亨特的衣服 回到了森林里 有人认为这个题材不太健康 但如果从头戏看到位就会发现 这个童话的内容 反而才是真正教导孩子成长的正统面故事 这里孩子具体指的是要懂得思考 但却未成年的孩子 也可以说是想唤醒那些 还沉迷在童话世界的巨婴 我希望这段点评 你一定要耐心听完 娘头被打死的狼 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 落落强势 他们并没有做错事 就像我们也吃了 而小猫拿死他们 很多人说是小猫 不再天真了 他变得黑暗了 连北我真是服了你 狼都要吃到你头上去了 你手上有武器 你不反抗 你等死吗 这是一种基本反应 也是正当防卫 OK OK 还有 你好不容易存的钱 都被人给拿走了 换做你 你是很大方的对别人说 没事没事你拿走吧 你有钱的话 是用人可以替你存 小猫所做的一切 不过都是反抗 都是触碰到自身安全和利益才有的举动 但是 他枪杀掉猪猪老板这个行为是不可取的 我没有再看懂这个童话 有没有折射法律的影子 但是 在社会上 遇到问题 我们要第一时间找警察叔叔 通过正规渠道来保护自己人身安全和利益 而小猫帽在经历这些事后 穿上了狼皮 这个时候 他还像人吗 他至始至终都还是个人 他是在见到人生坎坷 欲望 以及那些不择手段的旁人 所以 皮肠狼皮只不是想强装冷漠 还欲望自己曾经善良的心 那些天真的童话不会教导我们成长 每一个人的内心的童话故事都是可以成真的 但却需要自己去构建 而不是仅仅依靠一本书一部动画 大会让这个角色是贯穿整部故事的核心 他给小猫帽的两个孩子讲述了真正的童话 他住现在家里也不是想要报仇 而且想要告诉小猫帽 你要清楚我有能力复仇 我想吃掉女孩子只会是几秒钟的事 但是我没有 甚至还在这冰冷的冬天给你做了吃的暖身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不希望你以为我是软弱胆小 让你最后自傲地在未来变成那恶毒皇后 变成那贪婪的猪猪老板 你的三次开箱从战胜恐惧到你的自信 再到最后有种足在生命的傲傲 以及仇恨倾斜的随意 我失去了职额和比谁都痛苦 但我也侵入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 如果我要报复 那这份仇恨将会永无止境 我在宝经沧桑后选择善良希望你能看到 也希望我这身披着人迷的造型 能够让你感受到我想和解的态度 也希望你能脱下那是狼皮回忆记曾经的一切 然后走好未来的每一步 再见了 小红帽 这是大会堂的视角解读 而小红帽在见到大会堂的那一刻 小红帽的全身必定是颤抖剧烈 这种感觉自从他得到那把枪后 已经没有出现过了 在见到房屋内熟睡的孩子那一刻 小红帽的颤抖都未曾消停 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的期间 就看大家怎么去解读 大会堂所讲的童话 如果没有陷阱的出现 灰姑娘是不是就被王子给杀死了呢 她保存善恋 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故事 坏人都会遭到处决 和好人 则会幸福生活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请不吝点赞评论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